空白列之後再把標題 列上面的東西 放在空白列的位置 OK 所以做出來 其實說這樣 程式就是多一行而已 就多這麼一行就可以了 其他沒有變動 OK你就把它 我知情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是這個意思嗎 OK 所以 程式真的就只有 加一行 很多東西說這樣 程式不多但是 主要是 你要知道 加什麼加在哪裡加對的地方就跑完了 OK 很多地方真的就是這樣你看得到其實所有地方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VBA都可以代勞 OK只是說你要知道滑鼠鍵盤原來那個動作要怎麼樣把它轉換成VBA程式 那刪除也是一樣刪除不用變動直接把它刪掉就好了 他就恢復了 OK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我剛剛只是把什麼 把剛剛的這一段 複製貼過來 改了一個例子 印射之後後面 我必須怎麼樣 要把什麼 把 哪個範圍呢 把上面這個範圍 上面這個範圍呢 叫什麼 叫做Range 有沒有 A1 到L1 有沒有 然後 做Copy Copy空益格之後後面就告訴他說要Copy到哪裡 的開頭的儲存格 也就告訴他說呢我要放在的是同一列的A欄 意思說從 A 假設第一個應該是A31吧 就幫我放在A31 或者A33的那個位置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那他 你只要告訴他後面這個只要告訴他什麼 告訴他哪一個儲存格範圍的開始就可以 他就直接 把它貼上 然後自動延伸出去 也就後面那個只要告訴他儲存格不用告訴他一個範圍 OK 所以這樣的話我就可以直接就 執行完之後 所以你會把insert 假設我按F8 33嘛 所以33現在是insert了一個新的 空白列 然後呢我這一行是一樣就是把上面這個直接call過來而已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特別主要跟各位講這一行 非常 非常的好用 也就以後我如果你要大量合併 多個工作表 的範圍資料或者多多個資料 的來源放在同一張表裡面的話 其實 你只要了解這一行 然後後面 也許反覆做你就跑個回圈 然後有條件限制的話你就加一個邏輯 其實他就自動幫你把很多範圍的資料 合併在一個地方上面 OK 所以以後合併工作表 有沒有 其實就靠這一行就足夠了 所以有的東西其實程式不用寫一大堆啦 最關鍵就是寫對的那個東西 只是說 這個是 我習慣寫的方式 坊間的書籍不見得寫成這樣子 OK 但是也能夠達到一樣的效果 只是說我寫 是盡量能夠把程式寫越簡短越好 這個跑一跑 底下的話就讓他一個一個一個的 自動就完成了 所以 這個延伸的東西還蠻多的 刪除 刪除就不用特別去做了 因為反正他 剛剛加的位置 就跟刪除的位置是一樣的 所以 就直接刪掉了 OK 所以這部分 請各位自己如果有 要再練習的話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的話待會我們就是再開啟 請各位再開啟 第四個單元 文字與資料函數 數學函數部分 打開之後的話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有關那個 就是 Sumif 或者SumPoda 等等相關函數的應用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我們先再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那個數學相關函數部分 呢 我們先也進行 我們先來按照 我們先來看 那個可以 撞 我們先來看 在第一個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去看看